新月幸福乐 你是宇宙万有下唯一的唯一 也只有你才被赋予追求人生课题的能力 你劝缺的只是练习 欢迎你来到新月幸福乐来练习 亲爱的朋友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位 很特别很特别的瑜伽老师 叫做Lishima 我为什么要想要介绍他呢 因为你知道吗 我是Lishima的粉丝 因为关注他已经很久了 因为他每天可以po出非常非常多的那些文章 然后都非常让人可以审思 然后我们今天也很开心的邀请到Lishima老师 来到我们的线上 跟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Nishima 我是一位瑜伽老师 也就是每天早上会在这个 脸书上跟大家分享一些今天的心得 是 老师要不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个 就是每天可以这么 好像已经非常久了 一段时间然后可以把那么多大量的资讯 分享给大家呢 OK好 其实是这样子 因为前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就属于比较文青派的 就也喜欢阅读音乐 艺术电影 文学 那哲学也很喜欢 所以其实我自己个人 本身就很喜欢在这一方面呢 就是即使没有网路 我可能自己也是属于在这个世界里面 那后来一个无心擦溜溜成音的因素就是 我先生呢介绍了我就是如何使用网路这样子 那因为你知道女生也都比较是一点网路白痴 不是网路电脑白痴对于机械这个状态 那其实我过去在转行的前几年的时间 大部分因为工作时间比较少 所以那时候可能也是脸书开始慢慢慢慢的 变成大家主要传播互相联系的一个主要的媒介 那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有时间的时候 我以前是用英文的方式跟大家联系 那那时候其实一个起心就是 因为我以前是当英文老师的 那就想要继续保持这样英文的氛围学习 所以我之前最早用脸书的前两年三年 其实是没有中文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外国的朋友 那时候也只是想自己练习英文 那后来自己开始教了瑜伽之后 我觉得瑜伽除了当然是说 比较多是在身体的方面跟同学互动 但是一个老师的语言的引导也很重要 所以那时候除了就想说 其实也应该好好练练自己的中文能力 因为我们长期在学校教外语 大部分都是用英文的方式在表达 那英文跟中文之间的一个转换互动 其实也很重要 那所以我自己就这样的方式锻炼自己 就开始编辑文字 那编辑什么样的文字呢 其实就跟那时候我自己生命遇到的问题 我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跟身心灵有关相关的 那身心灵相关的也是兼由我自己 首先先问我自己发生了什么问题 那我自己去找答案的过程当中 很奇怪的就是会有一些 其实每日就是这样子 每日就是收行一些关键字 或者是我头脑里面突然跳出什么样的讯息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会有一些相关的文章 那当然因为自己长期保持阅读 所以有一些很好很好的文章 我自己也会把它记录下来 或者保存下来 就这样子慢慢变成一个比较大的资料库 那至于很多人跟我反映的就是 诶我的图文并茂 对对对 图文并茂为什么 就是其实因为我觉得现在人阅读的时间真的变少了 那大部分都是比较极短的 那我也知道说你要去消化玩一本书 因为我常在课堂上跟同学介绍一些书 就是其实遇到问题的时候 自修跟网内自己找答案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也练就了这样的一小段功力 那 那个图文并茂的状况是这样 其实我除了会剪辑之外 因为我觉得人现在很忙 我大概知道大家的耐心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 你可以不太可能看完 非常长篇大论的 那但是还是会比一般一两句一两句这种简短的东西 这种立志性的东西 但是它很快 比如说打完积雪之后你就忘了 我会希望大家还是更深度的去觉察 跟更深度的去看到自己的问题 所以会有一些适度的长度的文章 然后加上 照片 然后大家很多人都会问我说我照片哪里找的 那 其实真的真的就是网路上 有一些不错的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 好 就是比如说 今天的主题是跟爱相关 但是我大部分都是用英文去搜寻 英文比如说love 或者是说love burden 类似像爱的负担 类似像这样我自己就会有一些字眼跳出来 那就会有一些图片嘛 谷歌大神啊 那这个就是会有一些图片 那再来就是 因为我以前看了非常多大师级的电影 以前曾经想过要拍电影这样子 所以其实一些艺术的美感 或者是说对于摄影 因为我也以前认识很多摄影界的朋友 然后大概就是对于美感 就是画面的美感会有一些 等于说审美观啦 所以我就会把它组合成一个情境跟意境 那有时候其实是 本身真的就是这些作家 还有这些摄影师 他们帮助去成就了今天的一个这样的分享 我也很感谢他们这样子 我只是一个媒介跟传播者 我们非常感谢西格玛老师 就是你知道吗 分享这么多就是图文 就是你看不下去那些文 看到那些图片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一些启示跟启发 是是是 因为其实电影或者是说 摄影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有时候我们要超越头脑里面 这样子唠唠叨叨叨的这些文字 但是有时候一个画面它本身就有叙述跟疗愈的能力 这个是我对于画面的了解 对 然后你知道吗 就是听众朋友 就是老师呢 除了在脸书分享这些信息 然后他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课堂中在练一家的过程当中 或是中间可能会有一段 他就把这些信息 朗诵或是把它说出来 让你在平衡之间或是在感受之间 又带进了这些文字在这里面 是是因为我自己后来 为什么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然后教导自己想要传播的东西 其实就是我觉得瑜伽 因为其实我自己的学习成长 就是从瑜伽开始疗愈自己 因为那时候身体很糟糕 然后那份工作 我觉得可能也到了一个灵界点 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我这一辈子 一辈子都想要从事的一个行业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也是属于身心焦虑症 然后身体也不太好 所以才进入瑜伽 那瑜伽锻炼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自己是觉得身体 我们讲身心灵身心灵 身体一定是身最基本的 但是我发觉在瑜伽界 大概也比较多人在强调 比较多老师在强调 就是瑜伽要锻炼的多好 就是说身体的外形等等 比较少去连结心灵这一块 那你要连结心灵这一块 其实你必须要有一些 你自我探索跟瑜伽 真的在印度它其实是一个修行 你可能要进入一个这些经典 典籍自我的一个认识跟研读 那我也参加了一些身心灵成长课程 在我自己学习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经验一些家族排列 神圣舞蹈 或者是那时候有一些机缘 也曾经到印度的合一大学担任翻译 就是那时候除了瑜伽身体的锻炼之外 在我自己生命的疑惑当中 我也曾经在这些身心灵的课程当中 获得一些滋养 但我发觉这两块 就是这两个族群 其实比较少连结 意思就是当我们上完一次工作坊 你去学到了某一些技术 或者是疗愈了展化 或者是说释放了一些什么 但你回到日常生活当中 你怎么样锻炼自己的力量 还有那个觉察能力 能够很持续的很稳定的 一直保持那样的一个关照 其实它需要是每天 很细微很细微的 回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练习 那我自己的方式是 我会不断的回到瑜伽的练习 那这个瑜伽的练习 其实就后来会成为一种 比较自在的方式 就是跟我刚开始学瑜伽 因为那时候的瑜伽氛围是 你就是要把身体锻炼得非常有力量 非常有柔软度 那大家就会觉得你瑜伽练得好 但当我进入身心灵探索之后 我发觉 这中间有一个断层就是 哎 瑜伽人不探索心灵 那身心灵这个层面的这个团体呢 好像一次课程完之后就结束了 然后也没有在一个持续的关照 所以我在自己的空间里面 我会希望把这个 这两个主题连接起来 所以每一次我的课程 我可能会创造一个小小的主题 然后让同学 让同学今天的练习 哎 你要去观照什么 你要去察觉什么 这个是我这两年来 有点像是一些新的方式吧 就是说以前我在大的瑜伽会馆 教课的时候 觉得卡卡的 因为毕竟人家瑜伽会馆 有他自己的风格 然后课程来 他就已经有一个投射跟期待 哦 我今天就不想听你讲太多话 就是你可能花太多时间在讲话 然后在引导 你可以感觉到学生有一些躁动 那因为本身一个空间跟一个企业团体 他们本身自己的一个氛围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已经有在酝酿 那一个时间点之后 等到我因缘聚合了 我就有自己的空间 然后现在这两年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希望同学可以在瑜伽的练习上 多了一些自我的心灵察觉 是是是 对啊 因为老师的瑜伽课程 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就是说 就是我刚才在讲说 你可能念到一段时间的时候 因为老师就开始会朗诵 或是读那个主题的一些话 然后让学员可以在 摆那个知识的同时当中 然后就不断的被你 那个潜移默发的那些心灵字句这样子 是是是 因为我这一方面的观察 为什么我要加入 因为其实刚开始教瑜伽的前两年 三年其实我也是把动作带好 让同学可以放松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学生 他的更内在的东西 比如说他还是有一些纠结 你都可以感觉到他不快乐的那个能量 那你会去看到这个学生 长期来长期来 瑜伽可能身体有柔软 但是他的心没有开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找到这个心没有开 那你防御性 还有就是说你背后的那个逞强灯照进 就是你对这种能量敏感之后 你真的可以 因为我也会自己会去上一些 其他老师的瑜伽课程 然后你可以感觉到 别人练习那股能量到底是在显示些什么 有的人是在发泄 或有的人在追逐 有的人在竞争 那股能量其实看到之后 我就在想我如何在我自己的瑜伽课程上 希望让同学可以学习 怎么样把真正的瑜伽精神 瑜伽精神其实是透过这个练习的过程 重点在过程不是那个结果 你如何让自己可以松进自然 如何让自己可以身心连结 这是最终最终 我十年来对于瑜伽锻炼的一个领悟 那不管各式各样各层 各种名称的瑜伽 就是外面现在瑜伽的名称也非常多 目的都是这两个 就是我刚才领悟到的 你如何让你可以松进自然 在任何时刻 那很难 因为一回到日常生活 我们就要拼破 我们有工作有家庭 然后一堆问题 好 那只好让你自己再回来面对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好像 如果留在静坐的人 你常常就是上座 然后让自己静下来看看自己内在的世界 那瑜伽其实是会先从你的身体层去琢磨 因为你有很多的情绪能量 停留在你的身体里面 所以通过这些知识跟动作 让你的情绪能量可以获得释放 获得流动 然后再加上一些点醒 就是告诉自己你为什么要做瑜伽 之后看到你自己心打结的地方在哪里 那老师在这段时间 印象让你最深刻的疗愈是什么 最深刻的疗愈 其实这一两年 大概大家也有看到我自己对于沾心血有一些些研究 那这个是我最近跟胡音梦老师学习的一个 算是新的工具 那因为我知道其实大家 你看我这几年来分享的主题 不外乎就是身心灵的 大家个人的问题 不外乎就是家庭啊 工作啊 金钱啊 关系 不离这些问题 那后来我自己进入了这一年 只有一年的时间 所以你如果要问我的话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我发现那个是一个比较科学的 工具 让你直接可以看到你自己比较无意识的部分 你不断的在哪个地方重复绕圆圈 然后你重复在 不断的去陷入自己的一些习性 那一般人认为像这种 沾心啊 星座啊 或紫薇八字可能就是流入于算命 那我会希望让同学啊 就是当你看到自己的一个沾心盘的时候 你要用的比较健康理性的一个 方式就是说 他不是一个命定的东西 然后你也要超越所谓的吉凶好外 好坏 然后也不要把你的力量全部都放在 啊老师你给我一个指示 所以我第一次跟同学分享的一个 我自学的心得 我是希望用引导的 因为其实我看到 回梦老师引导同学的方式 他会有一个科学的工具就是 担心好 那所以同学会很臣服哦 怎么就是一个人完全不了解我 但是呢他可以如数加真的 可以全部说出我的一些 好像心里的真结点 甚至我一些我自己看不到的地方 所以呃 啊胡老师他其实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哦 就已经陆续的去翻译了 还有分享了很多国外比较属于近代的心理三星 或者是灵魂进化三星这个领域 其实他会变成我们的一个自我成长的工具 那其实担心学他有四个元素哦 地水火风 那这个其实在瑜伽里面也有这四个元素 所以你会很快的进入知道说 诶你自己本身的能量的配置 以前我是用印度的阿域废陀 跟瑜伽的这个地水火风 就是你是一个偏火像性质的人 或土像性质的人格 那你在瑜伽的锻炼上 你要如何的去配合 哦 因为我也不断的去分享阿域废陀体质这一块 不是所有的瑜伽都适合你 你如果是一个已经是非常躁进 竞争火像性质的人 那你的练习其实应该是要属于比较放松 然后比较静态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已经没有什么动力 就是那一种常常三天补 与七天赛网的这种人 那你的瑜伽练习可能是属于要需要一点动态的 所以它其实是根据你个人的一个性格方式来挑选 现在各式各样的瑜伽形态来平衡我们的习性 那我去看这个占星学其实也是用这个角度 它也有所谓你们我们各自你是风向人 你是火上人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自己的内在的一个模式 然后你再去学习如何的去调整跟平衡 那还有一些业力模式可以在占星学你也可以看得到 所以如果说我最近在学什么或者是说我如何把这个东西跟瑜伽 它结合是因为我有一次上看到 上到胡老师的课 不过那一堂课不是占星学的课 那一堂课是叫做自我觉察成长 所以老师并没有教占星学 但是他用占星学的工具 那时候其实因为我对这些技术层面我不了解 但是我可以整个就是说见证到 它是一个比较快速可以让同学进入到自己的问题 不要让自己一直在同样一个位置绕圆圈 那老师也希望这一个你有自己天生老天给你的一个螺盘 那你此生你灵魂要进化的方向是什么 那我们要如何配合现在坊间各式各样的练习 如果你有家庭问题 你需要去做怎么样的家族疗愈 内在小孩的问题 那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你不要再一直疗愈了 你应该就是要从你的内在长出一些自己身心具备的力量 因为很多人其实在身心灵圈其实也是一种上瘾症 那一直都不自我锻炼 或者是说不自我成长 一直仰赖老师 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所以说我最近遇到的老师 我觉得在我人生这个阶段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那很奥秘的地方也是 现在我看了懂自己的心盘 然后看了懂自己的流年 真的就是在我这一个瑜伽探索十年 好像就是会有一个新的走起 发生 那这个新的走起就是可能是一个新的工具 然后可以再去帮助别人这样子 所以这是如果你问我说最近的上师给予的指导当中 我会推荐大家就是可以开始认识自己的占星本命盘这样子 你就是以自学的方式也不是要当职业占星师 但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所以你就把这样的东西把它变成你现在的智慧瑜伽的课程吗 对不对 对智慧瑜伽其实我探索的东西很多 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主题有很多 比如说心理学 占星学 佛学 还有瑜伽哲学 所以这个智慧瑜伽其实也是印度瑜伽的一个学派 那很多印度开悟的大师 其实比如说像奥收 克里希纳木提 就是我们台湾都已经有翻译这些印度大师的书籍了 这些大师们其实他们是不做瑜伽动作的 他们比较多是从好你头脑打结了 我们就从就是说从头脑之毕竟 就是你头脑出现了问题 我们就从头脑这一块来慢慢慢慢的去把你的问题打开 所以Yana Yoga在印度呢 其实它也是一个瑜伽学派 他们大部分就是你会去接近一个上师 然后你会去跟上师问一些问题 那他们求道的方式可能就是用一个Sasan Sasan意思就是跟大师一起共进 就是问问题 然后老师会回答利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慢慢慢慢的你就是会开指挥 所以我在这一堂课里面 其实会透过瑜伽里面 比如说每一个动作有时候是有故事的 会有一些神话故事 然后会有它的背景 那或者是有时候我那个礼拜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灵感 结合一些背后我们所要学习的智慧 所以我通常会有一个主题 讲解20分钟 然后呢之后再进入练习 所以意思就是我的步调跟主轴 同样都是处于一种身心同时修炼的状态 对啊 所以我都会设立一个主题 所以你说烦恼及菩提 刚好那一周我要让同学去关照自己烦恼的部分 就是如何从烦恼里面呢 看到自己的问题 那如何让这些烦恼资源回收 垃圾嘛 其实这个就是应该这么说烦恼菩提 这个就是一个不恶啊 因为印度也讲不恶的哲学 生死不恶 光明黑暗不恶 这个慢慢慢慢领略之后 他们就会知道如何从你的生活当中 去找到你个人要修行的道场 是 对啊 好那最后老师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听这朋友讲一段话呢 好 就是我自己的分享 就是我觉得人这一辈子投身来地球 其实我们都是要来学习如何成为爱的实习生 我自己亲身这一辈子体验下来 就是说我们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 其实都是在一个讨爱的过程 那你所不管是在亲密关系 亲子关系 甚至你回到职场上 我们各式各样的努力 不过就是为了要去体验一种爱的感觉 那我自己在探索的过程当中 我发觉你要找到这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首先你要懂得如何爱自己 对 那如何爱自己 我们要在网内去追寻你那个真实的自己是什么 一般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自己 可能就是社会啊 家庭啊 其实我们没有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自己 就是所谓的真我啦 你探索到最后 你会发觉我们有很多对于自己 我的状态是别人给我们的标签 所以在这个探索如何爱自己的过程当中 你还会去探索到什么是真实的自己 那你探索到最后 我有一个答案 一个领悟 就是说 其实原本真实的自己早就圆满具足了 是 圆满具足的状态就是 其实你已经在一个爱的存在了 所以这个线索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是来学习如何表达爱 然后去体验爱 然后成为爱的管道 那我们就是一个媒介嘛 那所有我们的关系这些问题都是来体验爱 那如果你在从哲学层次 从这种比较玄学的层次 你会了解我们真实的自己 早就圆满具足了 那时候你会来到一个就是 无所求的状态 当你无所求状态的时候 你的身心就自在了 这个是我这十年来的一些个人的领悟 所以它会是一个渐进式的 就是渐进式的领悟 问题会出现 但是呢 把你的问题当老师 就是每一关 每一个关考 非常非常多的不同阶段 会不同的关 会出现 你领悟越来越深的时候 这些问题就会自然消失 也不见得是你找到答案 就其实问题就已经不再是问题了 哇 今天真的谢谢那个 Nishima 跟我们讲了那么多 非常感动的话 我相信大家同学应该可以学习很多 然后我们会在这个返堂的就是相关的信息下面留 怎么去找到老师或是老师所提供的这些很棒的课程 今天谢谢西克林马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在利用这个平台机会也是说 其实老师跟学生 其实是一体两面的 就是如果没有大家的一个共同分 就是说共同陪伴吧 很多人写信来感谢我 但是其实就是说 大家都一直在这个平台上赋予他能量 然后彼此支持走过彼此的难关 所以我也要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OK 好 拜拜 拜拜